你好,今天我们来聊一本特别特别畅销的一本心理学的书 它叫做《非暴力沟通》 这本书近几年非常的火 名字上像是一本关于沟通的工具书 但是实际上它更是一本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书 我觉得这本书让我们找到了一条 突破我们自己引发愤怒沮丧和焦虑的 等等那些负面情绪的一种思维方式 它不仅仅是讲人和人之间应该怎么沟通的一本书 我在读这本书期间跟很多人聊过关于语言暴力的事情 我感到很惊讶 就是很多人并不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充满了语言暴力 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把语言暴力这件事情 简单的就理解成是比如说吵架 比如说骂人这样它叫语言暴力 但是实际上语言暴力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事实就是习惯使用语言暴力的人 远比认识这几个字的人还要多 就是我们常常意识不到 很多时候仅仅是一句 比如说嘲笑 一句嘲讽的话 一个玩笑 有可能 很可能你就会伤害到别人的自尊心 而这种伤害 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它会在一个人的内心中持续的发酵 甚至持续很长时间 这会造成我们人和人之间非常重要的隔阂 有的严重的甚至会产生一些暴力的冲突 那么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我们也看到了 确实我们的 当然除了一些战争平人的这种小部分区域以外 我们的文明还是在不断进步的 对吧 就是说我们的肢体的这种伤害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是其实语言的暴力还是在不断的增加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啊 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还经常发生很多老师有时候会发脾气 会打学生这样的情况 但是现在已经很少了 对吧 因为现在基本上你看不到有哪个老师打学生 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但是呢 学生并没有改变 对吧 小孩子这种调皮捣蛋的习惯还是不变 那老师怎么办 于是很多老师就选择了 一种用语言暴力来惩罚孩子 比如说他们会经常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来挖苦 讽刺 这个有的调皮的当的学生 是吧 其实这种方式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方式 你可能觉得它 是一句不疼不痒的话 但是这种伤害 一旦刺痛孩子的自尊心的话 可能很致命的伤害 比如说前几天就在我们老家那边 听说有一个17岁的一个小姑娘 是一个高中生啊 她在自习课的时候被老师给骂了一通啊 然后呢 就接受不了 心里想不通 当天晚上就写了下了遗书 然后就跳楼自杀了 17岁啊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 那我们想一想 就是因为这些 我们自认为好像不疼不痒的 看不见的这种语言 它竟然有这么大的伤害和危害 这些案例其实在我们的身边 我相信不仅仅是在我 我说的这个案例 我们的这个家乡 有过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很多地方 我们都经常听说 有好多学生孩子 因为一些语言上的冲突 或者是因为一些想不通 被别人的一些误解 然后去寻短见或怎么样 因为他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 那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很多人 似乎都已经习惯了这种 充满了暴力的语言环境 但是我们却没有察觉到 而且我们也没有去想过 怎么样去改变它 那这本书的作者 实际上马歇尔卢森堡博士 他就在做了很长时间的 关于这方面的思考 所以呢 他也创建了一种 所谓的非暴力沟通的方式 其实我更觉得 他讲的是一种 如何去在跟别人交往的过程中 去思考 去找到需求 发现内心的 真正的那个爱的源泉的一本书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伟大就伟大到这个地方 在这本书的第一页 他有一句话 写的是 语言是一扇窗户 也可以是一堵墙 其实语言这个东西 确实是非常有魔力的一种东西 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古话 叫做 良言一语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是吧 好 我们继续说 为什么要学习这本书 其实答案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是因为 它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帮助我们减少 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减少彼此的伤害 很简单 但是这个就足够了 学会非暴力沟通 不仅可以减少我们对别人的伤害 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别人对我们的伤害 作者马希尔卢森堡博士 是一个美国人 他因为在非暴力沟通方面的贡献 还得到了地球村基金颁发的和平之桥奖 可见他的这本书对我们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 说的大一点吧 如果我们更多的人懂得了这种非暴力沟通 我想这个世界上实际上真的可以减少很多的痛苦 矛盾 甚至是悲剧 作者曾经就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成功的调解了两个有着世仇的部落之间的矛盾 这个很不容易啊 你想他们的仇恨得多深 其中的一个部落甚至杀害了另外一个部落的孩子 然后呢 作者竟然在他们两家的这个谈判桌上调停 让他们坐下来 彼此听彼此对方的需求 然后达成了一个共识 没有让他们吵起来 这个就是用了非暴力沟通的一种方式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人就是这样 比如说有一种人啊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杠精 他就一说话就想就跟别人吵架 一说话就跟别人抬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搞得就是自己和对方都很痛苦 那还有的人呢 容易受伤害 就是他可能被某一句话伤害过之后 或者别人的一句不尊重的话 就很难释怀 就像一根刺一样 这个话一想起来就觉得痛 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这些经历其实或多或少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碰到过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很有必要认真来学一学 这本非暴力沟通 非暴力沟通 其实就是教会我们怎么避免 使用暴力和抵御 别人用暴力语言的时候 保护自己的一门学问 非暴力沟通不是让你去逃避矛盾 也不是让你变得逆来顺受 而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 同时也不要去用语言伤害别人 那我们再看一下暴力的来源有哪些呢 作者讲到的暴力的来源 通常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道德评判 就是你总喜欢用一些道德评判的话语 来给别人贴标签 你比如说你总是这么不负责任 你就是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你总是没有上进心 这些话实际上 我们好像听起来觉得 好像现在没有什么了 但实际上作者说 这些就是语言暴力 而且这是一种用道德评判的方式 来进行的语言暴力 第二种方式他说叫做比较 比如你看看人家 对吧 怎么怎么样 你跟人家比差远了 对吧 你跟谁比怎么怎么样 这种比较的方式经常会很容易伤害到别人 还有一种就是回避责任 回避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我也没办法呀 是吧 逃避自己的责任 对吗 这是公司的规定 对不对 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 最后一种就是强人所难 强人所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会告诉你用威胁的方式 来让你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下午不来上课 你就不要永远不要来了 你要是不把我说的事情做到 那咱们两个人就断交 这就是一种强人所难的沟通方式 这种方式往往都是用一种威胁的语言来要求别人 做着把所有的这几种沟通都叫做是暴力沟通 现实生活中很多就有很多的人和人之间本身啊 可能有人会说了 说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人和人之间的这种 这种仇恨是很深的 你让他们之间怎么能心平心合的沟通呢 那这边坐着一开始就讲到了一个自己的案例 因为马歇尔卢森堡博士呢 他就是创办了这个非暴力沟通这种方式之后 他就在世界各地到处去做一些调停 到处去教别人如何去进行非暴力沟通 比如说有一次他曾经在巴勒斯坦附近的一个清真寺 去讲非暴力沟通 给谁讲呢 就是给当地的一些巴勒斯坦 一些穆斯林的人 大部分都是男的 当时来的有一百七十多个人 就在这个清真寺里边听他讲 这个关于非暴力沟通 大家知道作者是一个美国人 他去巴勒斯坦去讲这个课 巴勒斯坦人对美国人是非常仇恨的 因为大家知道在巴以冲突中 美国向来都是一直都是拉偏价嘛 对吧 都是几乎是一边倒式的支持以色列 作者说就在他下榻的宾馆 前一天晚上还有留在了这个墙壁上的催泪弹的这个弹壳 而在那个弹壳上就赫然写着Made in America 美国制造这么几个字眼 你想巴勒斯坦人其实对美国人是非常的仇恨的 那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去给人家讲课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 果然他刚开始讲了一会儿之后 就听到这个人群里边有人开始骚动了 然后开始听到了一些嘲杂的声音 那这个时候他的翻译就过来提醒他 说教授我们要不赶紧走吧 这些人发现你是美国人了 可能会对你采取暴力行动啊 现在非常不安全 我们赶紧撤吧 要不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男的就站起来了 马上就指着这个作者就骂他 他说你们美国佬 你们谋杀犯 然后很多人也跟着都都站起来喊起来了 说他们就是杀害孩子的凶手 美国佬 然后就开始人群就越来越躁动 很多人都加入进来 这个时候有工作人员赶紧就过来了 就跟他说 他说卢森堡先生要不我们先走 再不再不走 可能局面就要失控了 就在这个时候 作者想到了说 我要对他们展开非暴力沟通 他就用了用了他的这套非暴力沟通的方式 然后呢 跟这个挑头的那个男子进行了一场 公开的非暴力沟通 然后最后的结果竟然是非常神奇 就是这个男的最终是心平气和的请卢森堡博士到他家里面去共进晚餐 那感觉很不可思议是吧 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可以来听一听他到底是怎么沟通的 我们先来接触一下所谓的非暴力沟通是一种什么样的沟通方式 首先是作者跟他说 他说你生气 是因为你想要我的政府改变他使用资源的方式 对吗 你看这个作者第一句话 他就是在揣测 尝试着去理解对方的想法和需求 对吧 他说你生气是因为我想要我的政府改变他使用资源的方式 对吗 然后对方说天杀的 我当然生气了 你以为我们需要催泪弹吗 我们需要的是自来水管 不是你们的催泪弹 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然后呢 这个卢森堡说 所以你很愤怒 是吗 你需要一些知识来改善生活条件 以及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对吧 又在讲出对方的一些需求 于是这个男的就说 你知道我们带着小孩在这里生活了27年 是什么感觉吗 你对我们生活有一点点的认识吗 然后卢森堡停了一下 又说 听起来你有些你感到很绝望 听起来你感到很绝望 你想知道我或者别人是不是真正的了解 对呀 你想了解吗 告诉我你有孩子吗 他们上学吗 他们是不是有运动场啊 而我的孩子病了 他只能在臭水沟里玩 他的教室里连书都没有 你见过连书都没有到学校吗 这个人就一直在发泄 但是他的情绪却越来越缓和 然后卢森堡说 嗯 我注意到你在这里养育孩子是多么的痛苦 你想要的只是和其他的千千万万的父母一样 就是给孩子好的教育和健康的环境 让他们健康开心的成长 是这样的吗 那个男的说 不错 这就是最基本的呀 人权呀 你们美国人不是一直在讲人权吗 何不让更多的美国人来这里看一看 看看你们给这里带来的什么样的人权 然后卢森堡说 嗯 你是希望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你们所承受的巨大的痛苦 并意识到我们政治活动的后果 是吗 就这样 跟对方一直在在沟通 然后呢 这个人就一直在表达痛苦 在表达自己的愤怒 然后坐着就 卢森堡就一直在尝试着去体会他的这种痛苦 并且重复 他其实什么都没有说 他就是在一直在重复对方的这种感受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 原本把他当作是一个 骂他是一个杀人犯的这么一个巴勒斯坦人 竟然邀请卢森堡博士 到他家里去看一看 跟他一起共进晚餐 这是一个真实的鲜活的案例 也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去解决了一件暴力事件的这么一个很鲜活的案例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非暴力沟通的表达 作者说非暴力沟通的表达其实很简单 就有四个步骤 分别是观察 感受 需要和请求 观察就是 把你留意 观察就是留意你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准确的说出来 客观清楚的描述出来 然后呢不要加任何的评判 这就是说出你的观察 然后感受是什么呢 感受就是表达你现在的心情 因为你如果不说 别人是不知道的 对吧 比如说听到这个事情 我很伤心 我很孤独 这都是你的感受 在这本书里边坐着有很多关于感受的词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很多词语能够准确的表达我们的一些感受 可能很多人找不到那种词汇 这个是有必要去学一下 那么第三个就是需要 需要就是说出哪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导致了你现在的感受 对吧 最后 讲出你的需要之后 还要讲出你的请求 我希望你能怎么怎么样 我请你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准确的非暴力沟通的表达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有一个母亲跟他青春期的儿子说 菲利克斯看到餐桌下面和电视机旁你的三双袜子 我很不高兴 因为我很看重家里的整洁 所以呢 请你下次把袜子拿到房间或者放到洗衣机好吗 你看看到餐桌下面和电视机旁你的三双袜子 这是一个事实的陈述 没有任何的评判 对吗 那我很不高兴 这是我的心情 我的感受 因为我很看重家里的整洁 这是我的需要 所以请你下次把袜子拿到房间 放到洗衣机 这是我请你去做的事情 当你这么去说的时候 这个孩子他就知道你在表达什么东西 而我们习惯的沟通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习惯的是 菲利克斯 你又把袜子扔的到处都是 你看看 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 是吧 下回你再这样 你就自己洗袜子吧 好吧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带着情绪的表达 对吗 这里面会有很多的东西是别人听不进去的 你比如说 什么叫袜子扔的到处都是 对吧 什么叫又 还有就是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再这样下去 你就自己洗袜子 这就是一种威胁 那对方肯定这个时候会把他的感受集中在 你凭什么这么说这件事情上 这就会给我们后面的沟通 埋下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铺垫 你比如说妻子和丈夫经常会有这样 家里人啊 尤其是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亲人之间 很容易用这种带情绪的表达 比如说妻子和丈夫会经常这么说 你每天下班回来 都是报个手机打游戏 家里缺什么你也不管 孩子学习你也不问 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了 是不是经常有这种 好像感觉就是随口就出来的这种表达方式 但是正确的表达应该是什么呢 说亲爱的从吃饭到现在 你一直都在打游戏 看到你这样我很难过 我的感受 是吧 因为我希望你能关心一下孩子的学习 这是我的需要 对吧 我也希望你能够每天抽一点时间陪陪我 我们能够聊聊天 然后呢 所以请你下次少玩一会儿游戏 这就是一个很准确很清晰的 这个时候你的丈夫 你的老公他也能够理解到你的感受是什么 而且他也愿意去理解 所以那我们再仔细再看一看啊 这四个步骤 作者说其实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表达虽然说很简单 只有四个步骤 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困难重重去用它们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分开来说一下 你比如说先说观察 观察的核心就是要讲清事实而不加评判 这点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非常难的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习惯性的会把事实和评判混杂在一起说 而当你把事实和评判混在一起说的时候 对方往往更倾向于听到评判的那个部分 而不是你事实的那个部分 对吧 这个很容易导致对方的一种敌意和抵触的情绪 比如说老婆跟丈夫说 你昨天晚上你又半夜回来 你把这个家当旅馆了吗 你看他其实想说的是你昨天晚上又半夜回来这件事实 但是老公听进去的往往却是 你认为我把这个家当旅馆 你认为我不负责任 对吧 老公马上就会找理由反驳说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 我还不是为这个家好吗 或者有的人可能沉默一点 不说话 但是心里边又不服气 然后隔一段时间之后突然爆发一下 也有这样性格的人 所以作者引用了一个书里边 有一位印度的一位哲学家 叫克里希纳姆提 他说过一句非常让人警醒的话 他说不带评论的观点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我们真的是大多数的人 做到这一点确实挺难的 因为我们经常会把情绪揉到事实里边去说 你比如说我们在教孩子学习的时候 动不动就喜欢这么说 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做 你真是够可以的 你看后边还在挖苦讽刺 其实你想表达的是 这道题你做了很多遍都没有做对 对不对 这是不是你想表达的内容 那正确的表达应该怎么说呢 宝贝 这道题你做了三遍了 但是你的答案和标准答案都不一样 我们来看看问题出在哪 对吧 这时候你的孩子是不是能够理解你想表达的内容 这就是一种不带评论的事实的表达 比如说老板跟员工会这么说 小李这周你有三天都是八点半以后到公司 这是一个事实 而不是说小李为什么这里边你总是迟到呢 小李心想我为我怎么总是迟到了呀 对吧 小王迟到四次呢 我才迟到了三次 对吗 你这就不是一个事实的表达 而是一个评判 当你这样开头说话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氛围马上就变得紧张起来 你跟员工 你跟任何人的交谈 后续的交谈就会举步维艰 所以我们不要随意的给一件事情下评判 也不要随便通过一件事情给一个人贴标签 这是我们在沟通之前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这里作者引用了一首诗我觉得写的非常好 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从未见过懒惰的人 我见过有个人有时候在下午睡觉 在雨天不出门 但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 请在说我胡言乱语之前想一想 他是个懒惰的人 还是他的行为被我们称为懒惰 对吗 然后我从未见过愚蠢的孩子 我见过有个孩子 有时候做的事情我们不理解 或者不按我的吩咐做事 但他不是一个愚蠢的孩子 请在你说他愚蠢之前想一想 他是个愚蠢的孩子 还是他懂的事情与你不一样 我使劲看了又看 我从未看到一个厨子 我看到有个人把食物调配在一起 打起了火 看着炒菜的炉子 我看到这些 但没有看到厨师 告诉我 当你看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厨师 还是有个人做的事情 被我们称为烹饪 对吗 有的人不喜欢自己被称为一个厨师 你就是做菜好 你干嘛要说你是厨师呢 对吧 还有最后一段说 我们说有的人懒惰 另外一些人却说他们与世无争 我们说有的人愚蠢 另一些人却说他们学习方法有区别 因此我得出结论 如果不把事实和意见混为一谈 我们将不再困惑 因为你可能无所谓 我也想说 这只是我的意见 你看这首诗是不是把这个所谓的观察和评判这件事情 描写的非常的清楚 对吗 这就是我们第一步要注意的观察核心是分清事实和评判 用不带评判的方法去描述事实 那沟通的第二步就是感受 体会和说出你的感受 哇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太难了 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欢迎负面情绪的世界里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我们的负面情绪会经常被忽视 你比如说一个小孩 我们小时候小孩哭了 是吧 大人会说不哭不哭没事啊 好像哭是一件不正确的事情 我们比如说我们摔倒了 大人会说没事啊 不动不动不动 那你怎么知道不痛呢 你怎么知道不痛呢 各位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刻意的引导孩子忽略这种负面的感受 对吗 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他也会刻意的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 因为这个情绪不好啊 甚至他们会感觉 如果我表达这种负面的情绪 是在给别人制造麻烦 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不去表达我们的负面情绪 我们甚至长时间就失去了这种表达负面情绪的能力 比如说做着举个例子 他小时候他生活在底特律啊 他那个时候质量也很乱 他九岁的时候 有一次和一个学校的高年级的男生发生了冲突 然后这个男生放学以后就叫了几个人在学校门口堵着他 可能是要打他 他就很害怕 然后躲在教室里不敢出去 然后呢 有一个老师过来看见了 就说 一个男孩子你这么胆小 怎么跟个缩头乌龟一样了 可能那个时候的美国也是崇尚暴力啊 然后做着回忆当时就是他就感觉到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他内心的那种恐惧 所有人都不关心他的感受 就好像他是一个男孩子就应该没有恐惧一样 他感觉非常的无助 还有长大一点之后到了中学他有一次打篮球 教练说 这场篮球赛对我们至关重要啊 我要求每个人要全力以赴 拼了命也要给我打赢 然后呢 他们就就就就拼命的在这个球场上努力的去赢球 不幸的是他的手腕被戳到了 后来才知道他的手腕竟然骨折了 但是他硬是坚持把这个球打完 哇 多疼啊 是吧 那我们发现相比自己的感受 我们更关注 什么 我们发现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以后 相比自己的感受 我们更关注别人的期待 对不对 因为我们害怕不被群体认可 而群体给我们的要求是忽略负面的感受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不会去表达我们负面感受的人 我们也变成了一个羞于表达负面感受的人 对吧 一个男的 比如说一个一个大老爷们 你老没事说你自己很孤单 我很害怕 是不是显得你很柔弱 对吗 但是作者说我们要学会说出自己的感受 你不说别人只能去猜 对吧 那别人猜的错误的概率就很高了 误会的概率也会很高 对吧 作者说而且要说得清楚 学会用准确的词语表达情绪和感受 刚刚我说了这本书里面列了很多准确表达词语的词汇 大家可以去罗列一下 听词练一练 那么为什么要说出你的感受 就是因为情绪不会因为我们的忽视 我们的压抑就凭空的消失掉 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而且它会累积 最终你的情绪肯定会通过一个途径表达出来 而且那个途径很可能就会是一种暴力的途径 甚至是破坏性很强的这种方式 对吧 它会让一个人失控 所以我们要去疏导它去表达它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只有说出真实的感受 才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内心那个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你比如说 当我们看到别人对我们批评的时候 我们倾向于两种方式 一种是什么 就是自责 对吧 校门口有几个社会青年 有几个大男孩要打我 我很害怕 别人却说 男孩子不能这么胆小怕事 那这个小孩就会怎么样去看自己呢 他会说 是啊 我怎么这么不像个男孩呢 我是不是很懦弱 这种自责会让他变得很自卑 会让他变得很自卑 他觉得 他这样好像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 或者他会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他会去反击对方 反击批评他的那个人 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 你凭什么说我胆小呢 你才胆小鬼呢 就跟对方就怼起来 大家注意啊 这两个行为其实都不是 都不是他的真正的需求 而如果你表达出自己的感受之后 你就会问自己 那我的需要是什么 比如说 我现在的感受是恐惧 对吧 我觉得不安全 所以我的需要是安全感 那你要做的就不是硬着头皮冲出去 做无谓的牺牲 像一个男子汉一样 也不是去跟批评你的那个人互怼 两个人吵起来 对吧 你要做的是 去寻找解决安全的方式 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只有你在用这种表达和这样的思考方式下 才能够引导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去 所以说体会和找到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误解自己的感受 比如说家长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经常会这么说 看到孩子不好好吃饭 妈妈通常会说 你这个孩子怎么总不好好吃饭 你再这样妈妈可生气了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感受是生气吗 你的感受其实不是生气 你的感受是担心 对吗 你担心孩子不好好吃饭 身体会长不好 这是你的真实的感受 如果你找到了这个真实的感受之后 那么你可能会这么说 你说宝贝 你没有把饭吃完 妈妈感到很担心 因为我希望你能健康成长 好吗 所以我们能不能多吃几口 所以这样表达的时候 孩子也能听懂 对吧 而且你也会意识到你的感觉是担心 你这样就不容易走到那个生气的那个 那个那个胡同里边去 所以我们说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感受 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真正需求 也才能够让别人知道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这样就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一种暴力 沟通的暴力发生 这就是在表达感受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 那第三点就是要讲出我们的需要是什么 准确的找到是什么需要导致了我现在的这种感受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情绪都是因为自己的某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造成的 然而我们在表达我们需要的时候 却经常错误的用一种习惯性的使用批评 使用抱怨的方式来暗示自己的这种需要 但是呢 这一部分是在我们整个沟通中非常重要的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有一次做着参加一群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一个调停会 做着经常做这种这种这种很很重要的这种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这种调停 那他很清楚需要怎么样去做 但是对方不知道 作者上来就跟他们说 说这样啊 咱们双方都考虑一下 能不能告诉我你们需要什么 好吗 就是为了这个需要你希望对方做什么 说的很清楚了 对吧 结果这个巴勒斯坦人布甲思索马上站起来 就指着以色列人就说 他们就是一群纳粹 他们的所作所为 和纳粹没有半点区别 大家看他说的是什么 是需求吗 是他的需求吗 没错 他是在用批评人的方式来暗示自己的需求 对吧 那以色列人也不干 马上就站起来了 你这胡说八道啊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纳粹啊 我们最痛恨的就是纳粹了 对吗 那到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唐花的焦点变成了什么了呢 唐花的焦点变成了 以色列人是不是纳粹 或者你们巴勒斯坦人是不是胡说八道 是不是马上就会 两个人就会去讨论这个问题了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在 现实的沟通中也会这样跑偏 就是说着说着就跑到了 那个焦点就变了 就忘了我们来沟通什么内容了 所以尽管作者在一开始 他就强调说 能不能说出你需要什么 是吧 你的需要 说出你的需要 你希望对方做什么 但是他们就是不理解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惯性 表达惯性 于是作者就跟他这个巴勒斯坦人说 所以你们需要的是公平和尊重 对吗 你看他骂对方是纳粹 实际上他背里的需要是什么 他暗示的是我们需要的是公平 我们需要的是尊重 对不对 作者就替他去把这个他的需要说出来 这样才能够让这个沟通回到一个正轨上来 所以是懂得非暴力沟通的人 和不懂非暴力沟通的人 就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 并讲出你的需要呢 作者说 一旦人们开始搞清楚了彼此的需要的时候 而不是去指责对方的时候 这个谈话才有可能取得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对吗 就一旦你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一旦知道我也想要什么的时候 那么放到谈判桌上 我们才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对吧 比如说在家庭环境中也是这样的 尤其是我们很多女同志 当然不是说全部了 有一些女同志喜欢唠叨 对吧 喜欢抱怨 喜欢埋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 但是呢 这种往往就事与愿违 比如说书中讲到有一个 一个家庭主妇 他跟他的老公抱怨说 他说 我一天都没闲着 你看 我把家里所有的衬衫都运完了 还洗了全家人的衣服 还给你们做了三顿饭 你就不能干点活吗 但是这样说你会发现对方还是不知道该干什么 他老公想 那你都干完了 那我还干什么呀 对吧 那我做什么呢 但你发现 其实这位妇女 她并不是想真的要对方做点什么 做什么事情 有可能她老公去洗个衣服 比如运衣服什么的 她想她笨手笨脚 洗不干净 对吧 她真正的需要是 是别人的安慰 或者是感激 对不对 或者是我可能需要休息 是吧 但是她却把自己的这个需要用抱怨的方式 用批评别人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你一天到晚坐在那 你就不能干掉活吗 对吧 但是你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就误导对方 是不是呢 那她为什么不直接说 是因为我们人们往往会把这种 直接的表达自己的需要 看作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 是不是 说出来多没面子呀 有一次我老婆就是试一件新衣服 然后呢 试了半天 然后在我面前晃了晃了晃了半天 后来忍不住了问我 说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我说挺好看的 哎呀 你能不能别这么敷衍好不好 我说挺好看的呀 真的挺好看的 她说挺好看的 你怎么不说呢 非要我问你 正没劲 你看 她觉得问对方要赞美 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种习惯 但是事实是 很多时候你不说 那别人当然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了 对吧 很多夫妻吵架 其实家庭里面都是这么吵起来的 这里面要讲一下 就是做着 说到一点啊 就是我们的人的一个心智成熟 和对情感和需求的理解 一般会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情感的奴隶 他把它叫做 什么叫情感的奴隶 就是当别人不高兴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很多时候会 会产生一种不安 会觉得自己需要做点什么 比如说妈妈不开心了 那这个小孩 可能会觉得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啊 是吧 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事情 让妈妈开心一下 比如说 先恋的两个人之间 如果有一个人不开心了 那另外一个人可能也会觉得 哎呦 是不是我对他不够好啊 是吧 那长期以往这种方式的话 你可能会把对方的负面情绪 看作是自己的一种负担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 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另外一个阶段了 就会当你牺牲了自己的很多的时间 精力去迎合他人的时候 但是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 你可能会觉得很憋屈 是吧 索性 我也不管你了 我谁都不管了 我也不关心你 你也别找我 这一类人呢 比如在单位里边会 他们的口头肠会什么呢 这一类人 他们的口头肠经常就是什么呢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这个事是领导上做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经常会这么说 这是你的事情啊 你发现跟这样的人沟通的时候 你根本就沟通不下去了 为什么沟通不下去 因为他已经不是当事人了 跟他没关系啊 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了 我们后边会再讲啊 跟这样的人 我们怎么去沟通 第三个阶段就是生活的主人 叫做 一个人成熟以后 就会进入这样一个心智的阶段 就是我们不再因为害怕 内疚去关心别人 而是出于真正的爱 我们很清楚 要对什么事情负责 知道了既要表达自己 也要关心他人的感受 这种状态实际上是一个 相对成熟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作者讲到 在面对别人的情绪 和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面临的 三个心智成熟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讲 讲出了自己的需要之后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讲出自己的请求 对吧 前面我们讲了 首先是观察事实 然后表达感受 然后是说出你的需要 那最后不要忘了 一定要说出 我希望你怎么做 这才是一个清晰的 完整的表达 请求在这个部分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说出 具体的请求 有一个女士 跟她的丈夫 这么说 她说 亲爱的 你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我希望你能不能 少花一些时间在工作上 看似是一个清楚的表达 对吧 没有评判 对吧 也有一个需求 但是她这个需求不清楚 你有没有发现 结果三个星期以后 她老公告诉她说 我决定了 听你的话 我报了一个高尔夫球班 你发现她 实际上想要她老公是什么 少放一些时间在工作上 然后多花时间陪陪自己 结果她说 你能不能少花点时间在工作上 她老公就理解成 那我去报个高尔夫球班 所以一定要准确的说出 你具体的需求是什么 还有一些人喜欢用 一种 怎么叫 怎么讲 叫抽象的语言 来描述自己的需求 就是有时候 她也说不清楚 书里面有一个案例 说有一位父亲 跟她15岁的儿子说 我只希望你能够有点责任心 你难道这对你很难吗 结果她儿子不明白 两个人总是吵架 后来遇到作者了 作者问她说 那你能不能说清楚 你的责任感 你所谓的责任感是什么 你所谓的责任心是什么 这个父亲解释了半天 也说不清楚 后来作者说 那你不如列举一下吧 你列举一下 你想让你儿子做什么事情 讲完了以后 终于明白了 原来她是希望她儿子听话 别那么固执 就这么简单 但是她却说 我希望你有责任心 她儿子就听不懂 所以请求的表达 最好不要用那些抽象的语言 模糊的语言 比如说我希望你对我好一点 这就不是一个准确的表达 你不如说 我希望你情人节的时候 能够送我一束鲜花 对吗 而且一旦我们不能用通过语言 让对方了解我们想要什么的时候 我们会变得特别的沮丧 这里面有一个在书中 他讲到一个案例 说一个女生 她就特别沮丧 她总觉得别人不理解她 后来这个作者就问她 那你需要什么 你能不能把你需要的事情说出来 然后她就想了半天说不出来 这个作者就一直引导她 引导她 找到了她那个需要 当她找到她那个需要的时候 她也恍然大悟 她觉得原来我需要的是这个 作者说你需要的是什么呢 她说我说不出口 作者说你不说出来 别人理解不了 女生说好吧 其实我需要的就是 在我还没有想好 我自己需要什么之前 别人就已经能够告诉我 别人就已经能够来关心我 能够把我需要的那个东西给我 作者说 原来是这样 那你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对方做不到了 他说是的 所以这就是表达请求的时候 很重要的 一定要具体的请求 一定要说出具体的请求 还有就是明确谈话的目的 你的目的一定要让对方清楚 比如说有一次他在火车上碰到一对老夫妇 这个马西尔博士 有一次在坐火车去机场 在火车上碰到一对老夫妇 然后这个老头呢 情绪就特别不好 然后就冲着这个老太太就说 这个火车开的也太慢了吧 从来没见过开这么慢的车 老太太有点不知所措 也没说什么 没理他 过了一会儿 这个老头又开始冲着老太太嚷道了 说 你说他怎么开这么慢呢 哪里有开这么慢的车呀 老太太转过头跟他说 这个车的速度人家是程序设计的呀 就是这么慢的 谁也变不了啊 然后老头没听进去 而更加生气了 我从来没见过开这么慢的火车 然后这下老太太也急了 老太太急了说什么 老太说 那你想要我怎么样 下去推车吗 然后这下老头不说话了 两个人就这样陷入了一个痛苦的沉默中 对吧 这种矛盾其实往往就是因为 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这个老头 他没有表达出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老太太呢 他可能还处于那种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阶段 就是情感的奴隶那个阶段 他认为别人表达不满的时候 别人有情绪的时候 好像自己就应该做点什么 但实际上这个老头 他的目的就是发泄情绪 对吧 作者当时想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这么跟他说 说你现在觉得车走得很慢 是因为你担心怕耽误飞机 是这样吗 你去寻找他的那个需求 就不会吵起来了 对吧 你就不要说 那你要我怎么样 要我怎么做呢 对吧 这个没有必要 然后在这个请求这个环节里面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寻求反馈 我们很多时候表达请求的时候 可能只是自说自话 我们在想一切办法把自己表达清楚 但是不一定对方听清楚了 这个很重要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跟问问对方 是吧 请问我是否说清楚了 如果环境再开放一些的话 你还可以问 那么能不能麻烦你重复一下 我刚才的意思呢 或者听完我的建议 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或者你是否同意我刚才的建议 这都是一种反馈的方式 尤其是在这个在工作中特别重要 有时在公司里面 我们在上下级或者同时之间 在交代一些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反馈的环节要用上 比如说我记得在那个防灯读书会 里边经常讲到领导力的这课的时候 会讲到一个 引用一个日本人在寻求反馈的这种案例 他说日本人在安排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的时候 经常会让员工重复好多遍 比如说 第一遍他说 渡边君 请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好吗 他说好的社长 我知道了 转身要走 等一下 麻烦你重复一下我刚才说的事情 好的 你是让我做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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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样一件事情 对吗 嗯 对 那我可以走了吧 等等等等 你觉得我让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 哦 你让我做的目的大概是想让我在这次活动中能够啊 能够顺利的开展 能够给我们提到一个很好的宣传 对吧 嗯 那我可以走了吧 哎 等一下 还有 在做的过程中 你觉得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向我请示 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自己决定 嗯 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吧 在A这种情况下 我向你汇报 如果其他的情况 我想我就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嗯 好 嗯 还不行 再等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 如果你是我 你来主持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和建议吗 嗯 我觉得可能会需要让某某某也参与进来吧 哎 这个即便这样问完以后 大家发现 问问题的人 安排工作的人和接受工作的人 他们是不是对这件工作都已经有了一个很深入 很全面的了解了 对吧 对你的需求 对你的请求 也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对一些突发情况 有了一些预案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在执行起来的话 它会效果就会很好 至少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在沟通中要非常注意的一点 呃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啊 就是很多人在讲到这段很不理解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啊 这个是一般是对于这种很复杂的事情 你要多次重复的这种反馈 呃 挺逗的 有一次我 我在讲到这段的时候 跟我老婆在分享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跟他 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 呃 我说亲爱的 能不能帮我倒杯水 然后他说好啊 拿着杯子准备去倒水 然后我说等等等等 等一下 呃 我为什么要喝水 老婆说你神经病 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呃 你妈妈妈就知道你是要喝水 对吧 呃 你不需要问他我为什么口渴 我为什么要喝水 所以不需要现实生活中 其实不需要什么事情都去问五遍 对吧 那对方就崩溃了 所以一定要学会活学活用 呃 还有一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呃 要分清楚请求还是命令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把我们的请求啊 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命令了 这也是让沟通走向暴力倾向的一个不好的习惯 那什么是请求和命令的区别呢 作者说 如果在你的请求中带有威胁的成分 那就算是命令 比如说 请你快速的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否则的话 客户可能会要求索赔 那 我们经常这么说 对吧 但是这种 你发现没有 最后一句话 客户会要求索赔 对方会理解成 你现在责任归到我身上了 让我来负责 负责这个结果 对吗 这就是一种命令 那这种威胁会让对方很不舒服 这也会让你们的谈话 很难顺利的开展下去 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命令 而不是请求呢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 我们很害怕别人不听话 我们很害怕对方的反驳 所以我们先给他放一个老虎放在那 让他不敢去反驳你 其实越是这样的方法去沟通的话 越容易让我们 彼此把情绪放到这个沟通的本身 事情本身里面去 一旦人们认为他不答应 就会受到惩罚的时候 他就会认为我们的请求是一种命令 他就会去反弹 那这个时候 实际上要消除这种警惕性 就变得很重要了 这个时候 你需要去尽量的去澄清 我 我们无意强人所难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很重要 所以我才会需要你尽快帮我去完成 对吗 这样对方才愿意认真的考虑我们的请求 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非暴力沟通的四个步骤 就是观察 感受 讲出自己的需要 然后准确的表达自己的请求 好 那我们前面讲了非暴力沟通的四个要素 主要讲的都是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自己 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表达自己的需要 然后提出自己的请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了解别人的需求呢 这个就需要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就是倾听 真正的沟通高手都是非常尚于倾听的人 对吧 会倾听实际上是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条件 那我们很多人不会倾听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急于的采取行动 就是我们在倾听的同时 经常会尝试着提出自己的建议 尽快的去安慰对方 而不是从内心里边认真的体会和感受 对方的情绪和对方的需求 你比方说孩子说妈妈我肚子不舒服 然后妈妈会马上说 哦没事一会就好了 对吗 你有没有感受到孩子的感受呢 我们还没有体会到对方的感受 就急于表达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判断 以及我们的建议 这就是我们不会倾听的一个主要原因 比如我们经常用建议的方式 比较的方式 安慰的方式 包括否定同情 坐着里边讲到了很多种这种方式 都是非常不好的一种 急于去做的一种一种行为模式 你比方说对方说我现在很胖 真的很烦啊 然后你马上会说 那你少吃点呀 多运动啊 难道对方不知道吗 对方还有就是用比较的方式 哎呀你这都不算什么 我曾经比你严重的多了 这个还有就是一种说教的方式 你比如说 如果你当初听我的 你今天也不至于这样 各位这种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倾听 这些都是我们一种习惯的表达方式 我们总觉得对方说了他的感受之后 得赶紧说点什么 或者做点什么 其实这种聊天并不会让对方感觉到很舒服 坐着在一次他进修班的讨论的时候啊 有一对夫妻来参加他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进修班 这个夫妻两个人呢 就讲到他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妻子就说他的丈夫 说你从来都不认真听我说话 然后他丈夫说 我怎么没听啊 我现在就在听啊 你看他这个情绪马上就上来 是吧 然后这个妻子说 不 你根本就没听 这个时候他们就谈不下去了 然后这个作者马歇尔就出来 跟他丈夫说 看起来你确实没有主动去感受对方的需求 而急于采取了反驳的态度 他跟他的丈夫说 那这样吧 我来扮演您 我跟您的妻子来进行一次对话 你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对话的 然后呢 这个妻子就说 从头表达了一遍自己的情绪 他说 你从来都不认真听我说话 然后这个时候 马歇尔就说 嗯 我感觉到你挺失望的 你需要别人的体贴 是这样吗 哇 就这一句话 这位妻子马上就哭了 他把这个女的说哭了 马上就 就是他说这么多年 终于有一个人能理解他了 然后这个时候 马歇尔就转过身来 去跟他的丈夫说 你看到了吗 他需要的其实就这么简单 对吧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倾听的力量 只有你真的感同身受的 去理解对方的时候 才算是认真的倾听 作者在书中还讲到了一个 有一位作家啊 他叫哈罗德 他呢 曾经就描述过这么一个事情 他有一个儿子 他这个很不幸 他儿子得了一个绝症 然后他当时就回忆 他在他自己儿子临死之前 听到很多人过来安慰他的时候 的那种内心的那种痛苦 他说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 非常的痛苦 但是他想到自己以前 也是这么安慰别人的时候 他说这让我更加伤心 原来我们人和人之间 就是这样的不会倾听 其实就是这样 不会倾听 或者一种敷衍式的安慰 反而会让对方更加痛苦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倾听 怎么样去认真去倾听对方呢 作者说很简单 就是去体会 然后你可以尝试着去说出对方的感受 最主要的是让对方感觉到 你能够理解他的感受 有时候真的不一定 一定要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当对方 你比如说刚才讲的 对方失去亲人 面对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 你可能能做的只是默默的陪伴 或者是一个充满了真诚的拥抱 对吧 可能这就是一种最佳的方式 就足够了 认真倾听啊 还有一点好处 就是当我们专注于倾听别人的需要的时候 他可以保护我们 为什么 就是你去探索别人的需要 就会让对方的那些语气 情绪 包括一些批评 甚至攻击 甚至是辱骂 这些都会失去他的杀伤力 因为你的焦点不在这个上面 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指责 是吧 但是实际上那些话 只是他人表达自己感受的一种方式 或者表达他们需求的一种方式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了 这是作者在文章中 讲到倾听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你比如说 作者有一次被别人指责 他说 你以为你什么都懂吗 马歇尔 正常的人碰到这种情况 他可能会觉得对方是在辱骂自己 对吧 可能会正常人都会很生气 但作者没生气 并不是说他不会生气 而是他去体会他的感受 他问对方 他说 你希望我重视别人的意见 是吗 他表达说 你以为你自己什么都懂 这句话的时候 背后的需求可能是 他希望他能够重视别人的意见 不要自说自话 对吧 这就是一种正确的表达方式 就把这个沟通变到了一个正轨上来 比如说一个妻子跟丈夫这么说 说你以后你的亲戚在来之前 如果不打招呼 我不负责接待 好吗 有的丈夫可能说 那你不负责谁负责 你是家里的女主人 你凭什么不负责 对吗 但是这个懂得非暴力沟通的丈夫会这么说 他说 嗯 他们经常来没有打招呼就过来 你感到压力很大 是吗 你希望大家也能够考虑你的感受 对吗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你是在尝试着去理解对方 而当对方认为自己的需求被理解了以后 他的攻击性马上就会降低很多 这就是前面我们讲到对一些没办法沟通下去的人 你们怎么样 大家怎么样去沟通 实际上是因为他的那个戒备心理和他的那种攻击性还没有放下来 另外就是要持续的对对方表达你的关注 关注这个东西很重要 还要有一些积极的反馈 对吧 你在沟通的过程中 你必须要跟对方有一些点头啊 比如说目光的接触啊 比如说你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提出你的疑问 对吧 让对方有继续表达的欲望 这样你这个聊天才能够持续下去 这个沟通才能够互动下去 挺搞笑的 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 就是这样 聊着聊着 我发现对方眼珠子不转了 眼珠子不动了 然后呢 明显的就是走神了嘛 然后我拿手在脸前晃晃 我说哥们想啥呢 这瞬间就让我感觉有一种变成唐僧的感觉啊 就是自己在那嘚嘚嘚嘚嘚了半天 对方根本就没听进去 那这个时候其实打断别人是一件 反而是一件很明智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其实希望自己说的话对对方有用 是吧 这个时候你打断我 比你装作在听我更显得尊重一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倾听和示弱的力量 就是我们经常会表现出强势 但是这种强势其实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控制 比如说这个书里面讲到有一个母亲啊 他呢在这个马歇尔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培训班里边 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有一次他回来之后就跟这个马歇尔反馈 他说马歇尔我回家试过了 但是你这套没什么用 于是马歇尔就说那你能不能够讲讲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你看我回家以后啊 我就像你给一个上午我们练习的那样 我表达了我的感受和需要 我并没有责备孩子 我只是说当我看到你没有做你答应我的家务活 我十分失望 对吧 我表达了我的感受吧 事实也有 因为我希望回家以后有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然后呢 我提出了我的请求 我请他立刻把房间收拾干净 马歇尔说 听起来很好啊 你把这个非暴力沟通的四个要素讲得很清楚 对吗 他说那然后呢 然后他们什么都没做呀 马歇尔说 哦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像你这么懒惰的人 不负责任的人 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你看 他在这个地方 引述这个案例是想说什么 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学习非暴力沟通的时候也会误入这么一个歧途 如果我们把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四个环四个环节或者四个步骤理解成了一个灵丹妙药 什么事情好像我们把这四个步骤用上去了 马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实际上就是走偏了 作者其实在整本书里边一直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就是倾听和理解了解对方需要的重要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前面用的这四个步骤 只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寻找到一个正确的途径 就这么简单 另外一点 作者说其实在整个沟通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忘掉了 我们经常会忽略掉 就是谈话的氛围 那一旦对方产生了这种厌烦的情绪 或者敌对的情绪 我们要学会去调整这个沟通的氛围 前两天我们读书会在分享一个关键对话这本书的分享的时候 我们有个小伙子叫同诚 他讲得很好 其实里面有一个谈到一点 就是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谈话的时候 有一个双合谈话的概念 70%是我们的氛围 30%才是我们谈话的内容 那要维护好这个氛围 我们需要学会的就是倾听 有时候甚至需要去示弱 而不是示强 什么叫示弱 并不是说让你去无原则的 接受对方的全部 对方说什么 你都点头 说是 不是这样的 而是要学会在不伤害对方 不引起对方警惕的前提下 清楚地表达自己 坐着有一次 跟克里夫兰的一群社会青年谈话的时候 对方就很不尊重他 对方很不尊重他 因为都是一些社会青年 然后坐着就毫不掩饰的 他就表达了自己的情绪 他很客观地说 他说我感到很伤心 我需要你们的尊重 然后对方就说 你们看 就开始嘲笑他 说他感到伤心 他简直很糟糕 对不对 然后其他的人都大笑起来 就好像他表示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个看作是一件羞辱的事情 他继续跟他们说自己的感受 尽量地去体会那些青年的话 以及背后的意思 他认为他们不高兴 是因为他们把他的话当作了指责 你看 这些人之所以反击他 或者笑话他 是认为 他们认为他这么说 是在指责对方 所以呢 他就说 我既没有 气了也没有生气 因为过去很多人 其实在讲到说 我很伤心的时候 对一些人来说 他们会把这个理解成是 一种暗含的批评 对吧 所以作者还是这么在体会他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 说了一句话 他说 嘿 你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废话 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伙人 他们带了枪 而你没带 你还准备站在这里跟他说话吗 你真是胡扯 哎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又跟着笑了 是吧 然后呢 作者就体会到了他的需要 他说 听起来对学一些没用的东西 你觉得很烦 是吗 当然了 如果你生活在这个地方 你早就应该知道 你讲的东西全是垃圾了 很多人就开始笑 然后 作者又接着说 他说 你认为来帮助你们的这些人 他们应该至少对你们的生活有所了解 是这样吗 对啊 就这个意思啊 对方说 在你张嘴说话之前 你的脑袋可能就开花了 我告诉你 然后作者说 嗯 所以你很希望他们对你的 你所面临的危险有所了解 对吧 他都一直在通过这种沟通的方式 在体会对方的感受 然后说出对方的感受 然后他就这样一直和对方表保持这种倾听式的理解和表达 过了45分钟之后 然后呢 这个他旁边的一起去的 工作者一起去的这位先生 他注意到这点 他就大声的问对方 他说 哎 你们认为这位先生怎么样啊 然后 结果对面的那些人 他们就说 他们说 嗯 他是我们目前来说最好的一个顾问了 就这些小孩开始慢慢的去理解他 体会他 所以他的同伴就大吃一惊 他说 哎呦我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呀 怎么他们就开始的变得这么的温顺了呢 开始变得慢慢的温顺起来了呢 这个就是倾听和示弱的力量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没有被对方的一些 一些语言和情绪所激怒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我们经常一个对话进行不下去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对方的话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感觉好像对方就不可理喻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 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去把握我们真正的对方的这个需求 彼此的这个需求 呃 这里面还讲到一个案例 就是关于一个女老师 在面对一个强奸犯的时候 在面对一个暴徒的时候 他竟然通过非暴力沟通的方式 让对方放弃了强奸他的想法 然后他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就是他有一次在下课以后 呃 在一个地方闯进来一个暴徒 他想对他施暴 然后这个老师就看到这个 这个人其实他也很紧张 他手里拿着刀 然后在不断的颤抖 这个老师就就跟他讲 他说我感觉到你很你很紧张啊 这样我也很紧张 能不能不要伤害我 对吧 或者说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让你缓解一下紧张 但是不要伤害我 可以吗 然后那个暴徒说不行啊 你你现在怎么怎么样 然后特别害怕 然后这个女老师就跟他讲 说我能体会到你现在的心里的感受 然后他说能不能告诉我 是不是有别的方式 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而且不用伤害我 然后呢 然后那个男的说不行 然后这个女老师说 听起来这个对你很重要 我我希望你知道 我真的也很害怕 你知道吗 如果你愿意离开这里 而不伤害我 我会非常的感激你 然后最后这个男的就说 考虑了一下说 把钱包拿出来 然后这个老师呢 就把钱包递给了那个男的 然后他很庆幸 这个男的没有对他进行施暴 然后后来他就回忆说 其实那个男的每一次 听到他的反馈 他想要强奸 他的这个冲动 似乎都在减弱了一些 就是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 往往都是忽略到了 这种情绪的东西 在在沟通的过程中 而且因为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 对方的那个真正的感受 这就是我们讲的 关于倾听的重要性 是吧 关于倾听和感受 对方需要的这个重要性 好 那我们讲了 关于倾听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非暴力沟通 在我们生活应用中 还有哪些注意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 如何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 来保护自己 当我们跟别人的沟通 不畅的时候 或者遇到阻碍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有两种情绪 第一种就是痛恨别人 这个人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对吧 没法跟他沟通 还有一种就是责备自己 我怎么会这么差 我怎么连这种事情 都表达不清楚 还是我的沟通能力 怎么这么差呢 那关于对别人 我们前面讲了 如何跟家人同事朋友 甚至是一些歹徒 是吧 甚至是一些仇人沟通 那这里面最核心的 实际上就是理解他们的需求 然而我们经常却往往忘记了 我们跟自己之间 也需要一种沟通 就比如说你感到内疚和羞愧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 就是应该 我应该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我应该怎么怎么做就好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用认为你应该这么做 但是你偏偏又没有这么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进入一个情绪的死活动 就是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但是你又心有不甘 所以这个时候痛苦就会紧接着过来 那怎么办 一样的 我们要学会听听自己的情绪背后的需求 作者讲到有一次 他在开完一个培训会以后 有很多人急着找他签名 然后询问他的联系方式 他呢结束的时候就忘了把这个钢笔的笔帽盖上 然后装到衣服里边 急着去参加下一场会议 结果下车以后发现自己的衣服 整个的一件新衣服啊 被染了一大片 就等于是用不了了 他很心疼那件衣服 那他当时呢 回忆他自己的感受就是很懊恼 然后呢很自责 但是过了20分钟之后 他会跟自己进行一个沟通 他说我为什么这么自责呢 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衣服不被弄脏 对吧 那我衣服不被弄脏 是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照顾好我自己 那我为什么没有照顾好我自己 是因为我在当时在做什么 我在帮助别人 我在忙着帮助别人 所以我没有照顾好我自己 那想到这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哦那这件事情没有谁应该被责怪 对吧 最多就是一个遗憾 他就是在做跟自己的内心做一个沟通 然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的误区在哪啊 就是我们经常会选择用过去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这是因为我们 联合自己沟通这件事情都不是很擅长 所以作者说非暴力沟通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们和自己的内心要有一种这种沟通 这样我们就不太容易被一些过往的遗憾的事情 自己犯的一些错误给伤害 在内心里边总是过不去 还有一个就是掌握主动 就是把不得不改成我选择 比如说我不得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我在这么想的时候 就是为了逃避责任 选择不得不 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到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回避责任了 而且责任不在你身上 是吧 你选择的是一种奴隶心态 就是我虽然是被迫做这件事情 但是责任不在我 而作者建议我们是用一种主人的心态去理解 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有选择的 尽管我们有时候可能为了钱 是吧 为了生存 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同 甚至是为了逃避惩罚 我们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但是请记住 这也是你的选择 而不是人逼的 你是生活的主人 还是生活的奴隶 就在于你是否有选择 对吗 记得当年东德和西德 当时还有柏林墙的那个时候 因为东德的人呢 总想要去逃到西德去嘛 总有人想要翻墙逃过去 然后东德这边就有警察把守 然后就派了有人在这边 就是看到有人翻墙就去开枪 甚至可以随时击毙 那有一名警察 后来在德国解放以后 他就被以谋杀罪的形式起诉了 他当时在法庭上对自己的辩护就是 我只是执行命令 我没有办法 我是奉命行事 但是呢 当时的律师就问了他一句 你虽然是奉命行事 但是你仍然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选择 对吗 在你的面前是一条人命 你完全是有选择的 所以最后陪审团判处了他死刑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就说明 你任何时候都是有选择的 不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说到这的时候就会坐着又讲到一个例子 说有一个人 当时他课堂上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女士了 说说你你你你讲的这个东西不对 作者说为什么 他说我每天确实要做很多不得不做的事情 作者说比如说呢 比如说很简单呀 今天晚上我回去 我不得不给我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丈夫做饭 我已经受够了 但是我不得不做 作者说 那你的感受是觉得很痛苦 是吧 然后就跟他讲了很多关于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种表达 作者说你不妨尝试一下 你回去跟他们讲一讲你的感受 然后这个女士呢 也听进去了 然后他回去之后就跟他的这个儿子和丈夫就说了这件事情 然后当天他确实没有做饭 后来呢 他的两个儿子也有一次机会来参加他的这个进修班 后来作者就问到他两个儿子的时候 说当时你的母亲那天晚上没有给你们做饭 你的感觉是什么 他儿子说我感觉挺好 至少不用在吃饭的时候再听他唠唠叨叨了 很烦人的知道吗 这个就是其实你看这件事情 其实你换了一种选择之后 不一定对别人来说是一件坏事 对吧 不是说真的就是我不得不 第二个应用就是怎么样去表达愤怒 这个是很多人在学习非暴力沟通的时候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那我真的很愤怒的怎么办 是吧 对方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 对方就是在不尊重我 怎么办 这个时候作者说即使你真的很愤怒 你也可以选择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 就可以做到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愤怒和暴力之间是没有一个等号的 愤怒不等于暴力 对吗 那我们为什么会愤怒 愤怒的本质实际上是我们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一种应急反应 对吧 我的需求如果没有被满足的感觉越强烈 我对愤怒的这个渴望就越强烈 是这样吧 所以愤怒是可以让人快速屈服的一种方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愤怒比较着迷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动不动一发火 这个孩子可能马上就顺从了 我们会觉得这种方法很有效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对吧 因为这种屈服是建立在畏惧和权威的压力下产生的 这种屈服并不代表着接受 对吗 我们在之前的我的另外一个专辑里边讲少有人走的路里 作者斯科特派克就讲到了一个心智成熟的人 既要有表达愤怒的能力 让对方感觉到你的愤怒 同时也要有控制愤怒的能力 不要失去平衡 那如何充分的表达我们的愤怒呢 作者说有四个步骤 他说第一个就是停下来 首先是停下来 除了呼吸什么也不要想 什么也不要做 这样是避免我们采取更暴力的进一步的暴力的行动 去指责或者去惩罚对方 然后第二个你想一想 是什么让我感到如此生气 是什么需要没有满足让我这么生气呢 对吧 找到那个需要 第三个就是体会你的这种需要 然后第四步就是说出我的愤怒 说出你的感受 说我现在很愤怒 但是其实这种愤怒在这个时候已经转化成了一种表达自己需要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愤怒 因为我需要怎么怎么样 而你这种方式让我感到很愤怒 这个是对方能够听懂的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 但是我确实要说这个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确实需要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多加练习 还有就是说到愤怒的时候就要提到惩罚 有的人说 仅仅是我们靠嘴上沟通是没有用的 有时候有些人必须要给他一些惩罚 作者说惩罚确实能够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所以为什么我们社会要需要法律对吧 我们需要严厉的刑罚 确实刑罚可以让一个人反省自己 有的时候可以会有一些人在受到别人的惩罚以后会大彻大悟 但是作者说大部分的人在受到惩罚之后 他的内心实际上会埋下一个仇恨的种子 作者告诉我们惩罚是有代价的 有一次作者跟一个学校校长在办公室聊天 然后突然看到操场里边有两个小孩打架 一个大小孩在欺负一个小小孩 这个校长就马上冲出去 然后过去抓住那个大小孩 狠狠地把他推开 然后指着他过去警告 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比你小的孩子了 然后这个校长回来之后 马歇尔就跟他说 他说校长我不认为你达到了你的目的 校长说为什么 马歇尔说你这么做之后 在那个大小孩看来 他学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以后在他欺负别的小孩的时候 要看一看周围有没有比他更强壮的人 比如说校长 是吧 这是他学会的唯一的一个教训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学会怎么样去理解别人 也没有学会为什么不应该欺负这个人 作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想 就是我们使用暴力之前应该怎么想 当我们希望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希望对方是基于什么原因来做我们想要他做的这件事情的 是基于害怕吗 还是基于理解 但当你想明白了这个之后 你可能就会明白 我应该使用惩罚 还是使用沟通 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 在沟通中我们要学会表达感激 学会表达感激也是一件 需要去学习的事情 你比如说赞扬 赞美别人 赞美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积极的 其实感激这件事情或者赞美这件事情用不好了会让别人产生讨厌 甚至增加隔阂 你比如说一种空洞的赞美别人 就会让别人认为你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裁判的位置 对吧 很多教科书 包括培训老师都告诉我们说要沟通中要学会去赞美别人 赞扬你的员工 表扬你的学生 是吧 这样他更有动力 但是被赞扬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一旦明白你是在用赞扬的方式来操纵他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抵制情绪 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要在非暴力沟通这本书里边 讲到我们要合理的使用我们的赞扬和赞美 要学会怎么样表达感激 那应该怎么样表达感激呢 作者说就是要学会二级反馈 什么是二级反馈 比方说我要感谢你 是因为你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非常认真负责 面对困难没有退缩 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感激 这就是你因为具体的什么事情而表示感激 而不是因为我拍开肩膀告诉你干得不错 小伙子表现挺好 这个不叫感激 这个叫上级对下级的鼓励 对吧 这里边有一个故事就是陶星之 陶星之那个三颗堂的故事 陶星之呢是我们中国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家 他有一次教育一个小孩就是这样 有一次他在学校里边看到两个小朋友打架 然后一个大小孩欺负一个小小孩 然后陶星之就过去马上阻止他们 然后把他们就拉开 他跟那个大小孩很严厉的说 你下放学以后到我办公室来等我 结果这个小孩放学以后就特别紧张的 到了校长的办公室来 那陶星之呢进来之后看了他一下 拿出一颗堂马上就给他 说你能来办公室等我 说明你听我的话 尊敬师长 这个堂是表扬你这件事情的 你看这就是一个准确的二级反馈的表扬 对吧 然后这个小男孩就很不解啊 哇我来吃来接受批评的 怎么还给我堂吃 然后呢 这个时候校长又给他拿了一颗堂 说这个堂也是给你的 是因为你刚才我了解了一下 你打那个小男孩呢 你刚才是因为那个男孩欺负别的女生 而你呢 是想见义勇为 对你见义勇为的这个行为 我要表示鼓励 所以这颗堂是也是给你的 哇 这个小男孩听了以后就 马上就感觉很内疚啊 他说 哎呀 其实我也不应该打他 我真的当时可以劝劝他的是吧 即使他欺负别的女生不对 我也不应该动手 哎 这个陶芸芝说 挺好 非常好 你现在既认识到了你的错误 又找到了更好的办法 说明你是一个懂得知错就改的孩子 然后呢 说完之后 陶芸芝又给了他一个堂 说好吧 今天我们谈话就到这 你可以去上课 那这个案例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孩子回去之后 这件事情对他的教育 和我们刚才在前面听到的那位校长 用那种暴力的方式去教育那个孩子 哪一种教育效果更好 是吧 所以说我们其实在 惩罚别人也好 表扬别人的也好 这都是一种手段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对方去理解 他的行为是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而且为什么我们不鼓励他这么做 一定要说清楚 哪怕你表扬别人 你也要说清楚 你是因为具体的一件什么事情来表扬他 这样他会更明确自己该做什么 对吧 包括我们学会表扬别人之后 我们还得学会接受别人的表扬 对吧 接受别人的感激 当你接受别人的感激的时候 也要一样的用这样的方法去理解 就是你比如说别人对你说谢谢 你不要总是谦虚 或者因为出于礼貌的需要 然后反驳别人 别人说你长得很漂亮 你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长得一点都不漂亮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那你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对方的哪些行为 让我得到了满足 你说谢谢的同时 应该说因为你的哪些行为的 让我得到了满足 然后满足之后 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你可以跟别人说 你说你这么讲 我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很重视自己的形象 对吧 因为我很希望我的课 能够有更多人能喜欢 对吧 这都是一种表示 接受感谢的方法 而不是说纯粹的说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这种假谦虚 也会让别人很不舒服 这些其实都是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 跟别人会用到的一些技巧 也是在会影响到我们沟通的氛围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整个非暴力沟通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应用 有很多的场合 我们要学会用非暴力的沟通 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来爱护自己 不要被别人的那些敏感的词语 敏感的情绪给迁走 同时呢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愤怒的情绪 不要把愤怒变成一件暴力的事情 是吧 我们还要学会理解惩罚 什么时候用适当的惩罚去解决问题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选择不用惩罚 我们为什么选择用惩罚 我们为什么选择用沟通的方式 惩罚的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都要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最后就是表达感激 还有对别人的赞扬 我们怎么样去赞美别人 同时怎么样反馈对别人的赞美的感激 这就是我们整个非暴力沟通 这本书讲的主要的内容 那最后呢 我还想讲一下 就是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 很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 就是前两天有一个外卖小哥 在一个商场里面 因为和一名店员发生了口角 然后好像对方是威胁 要给他一个差评还是什么 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小哥就因为 这个快递小哥就因为 很生气 然后在愤怒之下 那个慎怒之下 把对方给杀了 然后还在商场里边 坐在旁边抽根烟 深深揽腰 然后最后选择 好像是要要跳楼 最后被警察给抓起来 这个事情是一个 就是一个典型的 因为沟通不畅 导致的一个悲剧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 应该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这么严重的后果 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们太不会沟通了 现在在美国这种 非暴力沟通的 这种学习机构 有很多 马歇尔创立的 这个非暴力沟通 这件事情 也因此获得了 国际地球基金的 一个和平之桥的 一个和平奖 所以这件事情 对大家其实帮助 还是很大的 有很多家庭和很多人 都在这种 非暴力沟通机构的 这种学习中 获得了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也希望 这本书能有更多的人 能够听到 或者看到这本书 希望我们这个世界 能够减少一些暴力 多一些理解和沟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